三、三、二、一、二、一 下一代全球覆盖的导航卫星 从性能指标上要比我们现在载轨运行的这个系统 性能要提高一到两倍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会用北斗的话 金斗应该会享受更好的服务 最高的金斗我们大概可以到两到三米这样的金斗 前期的导航卫星星间是没有同情链路的 那么从这颗星开始 我们国家的北斗导航卫星都具备了星间链路 那么星间的互通信组成一个天机的网络 能够实现自主导航这样一个目标 它对我们实现全球走瓦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也相信这一次的圆满发射的成功 是坚定我们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 存满了信心